听别人的故事,悟自己的人生,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 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老公为了小三肚子里的男孩,害死我女儿不算,还想杀妻骗宝,隐姓埋名苟活三年,直到转完财产,我让渣男贱女,人财两空,不得好死。 在许曼申出现以前,我一直以为我跟陆霄的感情很好。 我们结婚三年多,有个两岁半的女儿,叫天天。 陆霄收入颇丰,我在家做全职妈妈。 许曼申是陆霄的小青梅,小她两岁,他们从小一起长大。 一天,她突然从老家来投奔我们。 陆霄给她租了房子,找了工作,另外还给了她一万块钱。 我心里有点不舒服。 陆霄解释,我们青梅竹马的情谊,我帮她天经地义,这点钱算什么? 再说了,你不也靠我养着吗? 我心里更不舒服了。 许曼申楚楚可怜,本来我不想说的,但我更不希望破坏你们的感情。 原来她的前男友有家暴倾向,找到她老家去了,她为了躲前男友,才来投奔我们。 她把手机里被家暴的照片给我看。 我同情心泛滥。 之后给她添置了好些日用品,她身体不舒服,我还陪她去医院。 她前男友孙龙找到我,要我告诉她许曼申的住处,我坚决不肯,差点被她打。 一个周末,我去找许曼申,在她租房楼下看到了陆霄的车。 我谁也没惊动,悄悄走了。 后来趁陆霄睡觉,我偷看了她的手机。 原来她跟许曼申一天发几百条微信,许曼申还给她发裸照。 原来她们曾经谈过恋爱,迫与我婆婆李金贵的压力才分手。 原来陆霄在我孕期就去找了她。 原来我就是个笑话。 我一夜没睡,隔天跟陆霄摊牌,要求离婚。 陆霄一开始不同意,被逼急了就说我没工作,天天不可能给我。 天天是我的死穴,陆霄见我流泪,抱着我说,我就是一时鬼迷心窍,你和天天才是我的最爱。 我原谅了她,但是要求她跟许曼申斩断联系,把许曼申赶回老家。 许曼申跪地哭求,保证不再跟陆霄苟且,只求我们保留她的租房和工作。 这份工作时间宽松,收入可观,并且能居家办公,可以让她躲避她前男友。 陆霄看我,陆露你看,我说,不行。 许曼申走的时候,看我的眼神满怀恨意。 林露,你不给我活路,我也不会让你好过的。 隔天,孙龙来找我,让我管好陆霄,再敢碰许曼申,他弄死她。 孙龙样子很憔悴,嘴唇上有裂口,鬼使神差般的,我倒了杯水给他。 这杯水让孙龙和我聊了一下午。 我知道了很多他和许曼申的事,也对许曼申的无耻有了新的认识。 在这之后,许曼申跟孙龙回了老家,没过多久,许曼申又跑了回来。 我没再打听,因为我自己的生活也一地鸡毛。 陆霄趁我不注意,把我们联名账户里的钱支取大半,最大的一笔是四十万,最小的一笔是五万。 我发现的时候,账户里只剩几万块钱。 我质问他,他跟我解释说拿去投资了。 在追问,他就说,我用我自己辛辛苦苦挣的钱,难道还要向你一个闲人打报告吗? 他开始冷暴力我,中秋节都没有带我和天天回老家过节。 他一次应酬最久,我扶他,被他一把推开,他厌恶地说要是没有你就好了。 我痛彻心扉,失眠易怒,产生抑郁倾向。 一次天天哭闹,我失控打了他,天天惊惧地哭喊,妈妈坏。 我讨厌妈妈。 我精神恍惚,躲去卫生间,只见镜子里是个令人生艳的疯婆子。 我什么时候变成了这样? 我跟陆霄提了离婚,只要他把天天给我,财产分割我可以让步。 陆霄住到了公司,以此逃避,一个月后,他终于松口,约我在酒店面谈。 我记错房号,走错房间,稀里糊涂地跟房客发生关系,被陆霄当场抓住。 他扇了我一巴掌,骂我婊子。 你什么时候跟肩夫勾搭上的? 亏我还把你当成宝,你根本就是个破鞋。 我白口莫辩。 陆霄失望地说,我怎么可能放心让天天跟着一个不守妇道的女人。 我只得说,我净身出户,除了天天,我什么都不要。 我可以工作,哪怕日子艰难些,总能养得起我和天天。 签协议之前,陆霄提出愿意一次性付清天天的抚养费,条件是我们最后履行一次。 当年我们结婚,正碰上他升职的关键时期,蜜月旅行也就耽搁了下来。 后来我怀孕生子,更加没机会了。 陆霄想把欠我的那次旅行补上。 我当然不愿意,但我需要那笔抚养费,还是同意了。 陆霄带我去了我曾憧憬的欧洲,我们像朋友一样相处。 行程的最后一天,我们自驾去看火火山。 半途汽车抛锚。 我下车查看,一个不注意被他推下陡坡,头撞到十块,流了好多血。 漫天风雪都不及陆霄眼里的冷意。 你自己摔跤,我找你很久,没有找到,只能折返。 大雪会抹去一切痕迹。 为什么? 深深肚子里有我的儿子,我只能选他,他经济上出了一些问题,需要一笔钱。 而我的死亡会为陆霄带来一大笔赔偿金。 难怪他一直拖着,不肯签离婚协议。 陆霄走了,我亮亮呛呛地爬起来,疼痛都被寒冷麻痹了。 冻死的人临终前会出现幻觉,我明明关节冻僵,却觉得热,脱掉羽绒服,我在幻觉里看到了天天。 可我再也见不到天天了,人生若能重来,没想到人生还真能重来。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空调,温度调到三十度。 陆霄回来骂我,神经病啊,大夏天的空调还开热风。 我没理他,他态度又缓和下来,那个,我一发小,叫许曼身,遇到了点困难。 我打断他,帮,那肯定得帮。 是的,我重生了,重生在许曼身投奔我们之前。 这一次,我要把渣男贱女送作堆。 我一边装作不知道陆霄和许曼身的奸情,热情洋溢地帮他租房,找工作。 一边暗地里联系许曼身的前男友孙龙,或者更准确地来说,是前夫。 他们认识的时候,许曼身大专还没毕业,欠十万块钱校园贷,债主已传播他的裸照,威胁他还钱。 许曼身于是加了许多男网友,就孙龙一个倒霉蛋,愿意为他花钱。 网恋一年多,孙龙把自己的十多万积蓄通通花在许曼身身上。 许曼身大专毕业后,俩人奔现,孙龙带许曼身回他老家结婚,彩礼和伴酒的费用加起来近四十万,掏空了孙龙父母的家底。 许曼身称自己是个孤儿,跟孙龙只办了九眉领证,婚后不久,就带着彩礼逃之夭夭。 孙龙报了警,但他除了许曼身的名字,一无所知,没那么多的警力帮他找人,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找不到许曼身。 他父母气病了,他本人也变得力气横生,丢了工作。 后来,他终于在许曼身老家找到他,可他既不愿意跟他回老家领证过日子,也不愿意还钱,还骂孙龙是家暴男,引导路人讨伐孙龙,孙龙这才对他动了手。 许曼身为了躲避孙龙,就来投奔路销。 我现在就是要扮演好一个被蒙在鼓里的傻白甜,也许演得太好了,许曼身竟把我当成了朋友。 我拿到了他的排班表,只要一有空,我们就会约出去喝咖啡,逛街。 哪天他没在上班,我却约不动他,那八成就在陪我老公,刚好我就去见他前夫。 这一世由于我的介入,孙龙更早来到一世。 我劝他趁早打消和许曼身过日子的想法,他就不是个过日子的人。 同时向他保证,肯定帮他要回他的四十万,要不到我个人贴给他。 但他必须听我的安排,不能冲动行事。 一开始,他对我将信将疑,我们见了好几面,他才逐渐相信我。 我们告别时,他匪夷所思地问我,你怎么能这么淡定的,你就不恨吗? 我微微一笑。 我的恨不是大喊大叫。 机会很快就来了。 三天后,是陆霄和许曼身的一个纪念日。 陆霄早早就和我说了那天加班。 许曼身那天八点才下班,他们的约会肯定在晚上。 当晚九点半,我跟孙龙说,行动吧。 孙龙来到许曼身的出租屋,用我给他的钥匙开了门。 我租的房子,留一把备用钥匙也正常。 屋内,陆霄和许曼身好战震撼。 孙龙大叫一声,抄起门边的棒球拍就打了过去。 渣男贱女光着身体被他打得抱头鼠窜。 陆霄尤其凄惨,牙齿掉了一颗,满脸是血。 不知道哪里冲进来的陌生人对着他们一顿猛拍。 陆霄急得破了音,不许拍。 不许拍,我要报警。 孙龙暴怒,你睡我老婆你还有理了。 老子打死你。 老子以后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陆霄,谁是你老婆? 就你一屌丝,还想吃天鹅肉。 陆霄怕被打死,坚持报了警。 民警到场,孙龙把手机里和许曼申半久的照片给民警看。 警察同志,许曼申跟我确实结了婚,我老家的相亲都能作证。 陆霄震惊地看着许曼申。 许曼申尖叫,放屁。 谁跟你是夫妻,我们根本没领证。 孙龙,警察同志,他骗婚,那也行,把彩礼和结婚开销四十万还我。 许曼申支支吾吾不说话了。 陆霄不可置信地指责许曼申,你竟然跟别人结了婚,你不是说我们分手以后,你一直想着我吗? 许曼申连忙解释,现场乱成一锅粥,还有几个网红在民警不要拍的声音中坚持录小视频。 我坐在出租屋外的车里,看着监控里的画面,开心地笑出了声。 陆霄最近正是升职考核的关键时期,他怕孙龙去他公司闹,影响他升职。 也怕闹到我面前来,就接受民警的建议,和孙龙和解。 孙龙赔了他两千块钱医药费,我给了孙龙四千,另外两千算奖金。 除此之外,我私信约来的几个本地大V也把这场闹剧拍摄,剪辑,配上字幕,火遍了全网。 陆霄不敢回家,已经在公司住了好几天了。 我发信息给他,你不觉得你需要给我一个解释吗? 陆霄回复,明天的面试很关键,等我忙完,一定给你个交代。 陆霄对那个职位势在必得,而明天是最后一轮面试。 前世陆霄升职,年薪怒涨百分之四十。 他把这钱都花在许曼申身上,告诉我没涨工资。 这辈子可没这种好事了。 我给几个大V发了消息。 大V回我,信息保真吗? 你怎么对渣男这么了解? 我回,如假包换。 还有谁比诊边人更了解他? 当天晚上八点左右,几个大V陆续发布视频。 视频是渣男陆霄的身份大曝光,包括他的年龄,在哪个公司上班,人什么职位,一清二楚。 热评第一条,现在压力给到公司。 第二条,开除渣男。 陆霄发现的时候,视频热度已经很高了。 再加上几个竞争者的推波助澜,他被上面的领导叫去谈话。 领导说,你自己退出吧,不然大家面子上都不好看。 陆霄一出办公室,就把门口的绿植砸了。 他早在半年前,就为这次升职布局了。 没想到竹篮打水一场空。 他又给许曼申打电话,辱骂许曼申骗他。 许曼申不甘示弱,且迈接水瓶碾压他,气得他把手机从窗户外扔下去,砸中领导的豪车。 最终,他被保安请出公司。 他硬着头皮回家,迎接她的是我渲染玉气的面容。 我猛掐自己大腿,挤出了两滴眼泪。 陆霄动容地拥我入怀,对不起,陆露,对不起,我保证没有下次。 我仰头问他,你跟许曼申到底是什么关系? 陆霄就是青梅竹马。 别的没关系。 撒谎。 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就最近,就那一次。 撒谎。 陆霄,我们离婚吧。 不行。 我改,你和天天就是我的一切,我不能失去你们。 撒谎。 我已经没有安全感了。 我给你安全感。 陆霄未表心意,当天就把他的婚前房公正给我一半。 许曼申不停打他电话,他当着我的面,把他拉进了黑名单。 陆霄,我早该知道,他就是个烂货,要不是他骗我,我怎么可能栽这么大的跟头。 陆霄只看到他表面光鲜亮丽,实则他男女关系混乱,欠了一屁股网贷。 他爸爸是个混混,妈妈抛下他跑了,他是奶奶带大的。 学习成绩不好,初中时就是远近闻名的太妹。 奶奶韬光积蓄,供他上了个职校,可他唯一的特长,就是谈恋爱。 他的几个爱慕者找上门来,在他家打架,活生生把他奶奶气死了。 陆霄和他谈过一段,带有救赎异味的爱情,让他深陷其中。 那段时间,许曼申也确实没那么颓废了。 但陆霄他妈,也就是我婆婆李金贵,打心眼里瞧不起许曼申,凭一己之力拆散了他和陆霄。 后来陆霄相亲遇到我,结婚生子,我孕妻,他寂寞,二人又勾搭上了。 许曼申给陆霄睡,陆霄不定时给他礼物和红包。 当然,美其名曰青梅竹马的爱情。 如今,这爱情摇摇欲坠。 许曼申比陆霄还惨。 网友们同情孙龙,喷他比喷陆霄很多了。 许曼申遭遇网暴,从小到大的黑历史被扒得一干二净。 甚至还有人谣传,他是坐台小姐。 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在传他的小道消息,说他坏话。 疯狂的网友往他的老家寄花圈。 他现在都不敢出门,出门必被拍。 眼下更严峻的问题是,他没钱了。 我帮他租的房子比上辈子更好。 三千五百一个月,三个月一付, 马上要付下个季度的房租。 房东原本找我要房租,我让他直接找许曼申。 许曼申丢了工作,付不出来,就拼命打电话给陆霄。 陆霄正恨他,一分钱也不会给他。 孙龙一直换号码打给他,说要把他绑回他老家。 出租房是许曼申最后的庇护。 他走投无路,只能变卖仅有的几个大牌包。 我用小号闲鱼上联系他,相谈甚欢,得知他困窘。 我还额外加了他八百块钱。 他连声道歉,主动加了我微信。 我在他面前立的人设是富二代包的二奶。 我从网上搜了小三拜金的经典语录,框框框一通输出。 更关键的是,我三不五时把金主给我转账的记录给他看。 没多久,他就奉我为他的人生导师。 没用我怎么引导,他就把他的情况通通告诉了我,要我指导他。 我跟他说,这事急不来,想让陆霄为他掏钱,先要勾起他对他的感情。 一天后,许曼申跟我说,他换了好几个号码给陆霄打电话发消息,都被陆霄拉黑了。 我直接甩给他一篇情趣用品的软文。 许曼申,这,他本来就觉得我很不正经,这样不会适得其反吧? 我胸有成竹,如果不成,你以后再也不要相信我了。 许曼申将信将疑,那我试试吧。 上辈子,陆霄和许曼申的聊天记录里,陆霄就要求许曼申配合他的性体。 在我的指导下,许曼申把他身穿女仆装的半裸照发给了陆霄。 陆霄果然注册小号,加了他微信。 许曼申欢天喜地,姐,你说的法子真管用,我们又联系上了。 又过了几天,许曼申给我发了个娇羞的表情。 我就知道他们又睡了。 呵,男人。 一个月后,许曼申问我,怎么才能从陆霄那里搞到更多钱? 上次孙龙桌间的视频火了以后,一个网友大哥免费帮孙龙打官司,要许曼申还四十万。 案子已经立起来了,马上开庭。 我遗憾地表示,你那位又不是什么富豪,你当他的情人只能搞点小钱,除非,除非什么。 男人不一定愿意为情人花钱,但一定愿意为自己的孩子妈花钱。 我想想,你那位家里是不是生了个女儿?你要是生个儿子,他肯定天向你。 你说的有道理,他妈极其重男轻女,他女儿出生,他妈都没去照顾他老婆月子,逢人就说生了个赔钱货。 你看,你自己就知道该怎么做。 为了把陆霄往许曼申身边推,我最近都对陆霄特别冷淡,他想跟我亲热,我要么说身体不舒服,要么说姨妈来了。 渐渐地,陆霄就经常加班了。 两个月后,许曼申欣喜地拍给我一张两条杠的燕运棒的照片。 我忙说恭喜。 许曼申,我要给他一个惊喜。 当天晚上,许曼申的心态就崩了,疯狂给我发消息。 姐,他真不是个东西。 我识人不清。 我瞎了眼。 我真是太伤心了。 姐,我想跟你说说话,可以吗? 我和陆霄正在海底捞给天天过生日,许曼申就一直给我谈视频。 陆霄问,谁呀? 我笑笑,一个女生朋友,遇到渣男,找我安慰呢。 陆霄,那你可要好好安慰人家。 我会的。 陆霄突然说,你那个女生朋友叫什么名字,刚才看她的微信头像似乎有点眼熟。 我心里一紧,镇定地说,我大学室友,庞静,你不认识。 陆霄瞟了一眼,我也不知道她到底有没有看到什么。 隔天,我就联系了庞静,让她把微信头像换成了跟许曼申一样。 庞静说我起人忧天,但我后来确实发现陆霄偷看了我的手机。 寂静的夜里,她轻轻拿起我的手机,看了十多分钟,又悄悄放下。 她对我起了疑心,我必须更加小心了。 许曼申告诉陆霄,她怀孕了。 陆霄的第一反应就是,孩子是谁的?还能是谁的? 我只有你一个男人,你什么意思? 我每次都戴套,怎么可能怀孕? 谁让你怀孕你找谁去,我不做冤大头。 许曼申只得承认,她对安全套动了手脚。 陆霄抬腿就走,电话不接,信息不回。 到了晚上,赚了两万块钱过来。 备注,不要破坏我的家庭,把孩子打了吧。 许曼申心态崩了,又无人倾诉,于是第一次谈我视频。 隔天,陆霄上班之后,我才回复她。 不好意思,我那位来找我了,不方便视频。 许曼申不宜有她,只问我。 姐,她不要小孩,我该怎么办? 你上次不是说她妈重男轻女特别严重吗? 去找她妈。 可我也不能保证我肚子里这个就是男孩啊。 过段时间就能抽写册性别了。 我相信你一定能生儿子。 陆霄和许曼申断了联系, 她以为许曼申会去打掉孩子。 期间,孙龙一直骚扰许曼申, 给许曼申施加精神压力。 许曼申焦虑憔悴, 出了一次血, 差点流产, 住了半个月的院。 孙龙在我的帮助下, 跑起了外卖, 同时开通自媒体, 一大堆热心网友关注她, 助力她惩罚扎女, 讨回公道。 我资助了她一部智能手机, 她赚到钱以后, 给我女儿买了电话手表和一大堆玩具。 她郑重地请我吃了顿饭, 说我是她人生的贵人。 无论那四十万能不能要到, 她已经走出过去的阴霾, 找到了人生新的方向。 而我还没有。 检查结果出来了, 许曼申怀的果然是个男孩。 姐,你说我该怎么办? 直接拿着B抄单和检验结果去找她妈吗? 不,你先去医院预约人流, 然后拿着单子去找她妈。 啊? 鉴于我先前的指导从未失误, 许曼申还是听了我的建议。 她带着医院的一大碟单子去找李金贵, 跟李金贵说她怀了陆霄的儿子, 但陆霄不要, 她已经决定要把孩子打掉。 李金贵一听, 到手的大孙子要飞, 当即把陆霄叫回去, 要陆霄给个交代。 陆霄刚开始不同意, 但她是个大孝子, 从没真正违背过她妈的心意。 我跟她妈有任何矛盾, 她都让我让步。 她妈一哭二闹三上吊, 她筋疲力尽, 还是同意留下孩子。 许曼申委婉地表示, 要她生下孩子可以, 陆霄必须在孩子出生前离婚。 她儿子不做私生子。 陆霄没说什么, 连夜回来的事。 许曼申就在陆霄老家住下了。 我当初怀孕的时候, 没吃到李金贵做的一顿饭。 许曼申怀了龙子, 待遇自然不一样, 李金贵天天好吃好喝地伺候着。 李金贵要求陆霄每星期至少回一趟老家, 陪陪许曼申。 陆霄骨子里也有点重男轻女, 心中的天平慢慢向许曼申倾斜。 一次陆霄陪许曼申产检后, 许曼申给我发消息, 姐,你真的太厉害了, 今天她摸我肚子, 亲口答应我将来会离婚。 恭喜你, 我由衷地为你高兴。 可是我有点怀疑, 这是她的缓兵之计, 她好像至今都没跟她老婆挑明。 她可能有她自己的计划吧? 也是, 她说不能打草惊蛇, 最好让她老婆净身出户才行。 我压住心头翻涌的恨意, 继续问, 你有什么想法? 我寻思着找个男的搞搞她, 设计抓个线形, 就说她出轨, 到时候每个人都觉得她有罪, 她好意思不净身出户吗? 我打字的手指发抖, 你就没想过, 会给人家带来一辈子的心理阴影吗? 哈哈哈哈, 我是小三, 不是圣母, 我巴布的她死了才好。 我差点情绪失控, 上辈子那件事是我的噩梦。 露霄打电话让我到2086号房间跟她谈, 谁知道里面是个陌生人, 我们打了个照面, 我说不好意思走错了, 后面发生的一切, 我都不记得了。 我看着我, 醒来看到的就是露霄愤怒的脸, 垃圾桶里有用过的保险套, 我的腿根还有白痕, 直到现在, 我想起来仍作呕, 露霄抽我耳光, 骂我婊子, 当时我哭着说我不认识那个男人, 没人相信。 我明明记得露霄让我去2086, 她非说是2068。 我想过报警, 可托班老师打来电话, 说天天发高烧, 她肺炎住院, 我陪床, 等她出院, 我连那个陌生男人都找不到了, 我一直疑心里面有猫腻, 现在我确定, 就是露霄给我下的套, 许曼身为其出谋划策, 他们让我噩梦难消, 我自然要回他们一份超级大礼, 为了方便他们下手, 我把天天送回我老家, 让我爸妈帮忙带一段时间, 我自己就以心情郁闷为由, 时常去酒吧喝酒, 果然, 被我等到了上辈子那个陌生男人, 我表现得对她很感兴趣, 她推过来的酒我也喝了, 几杯酒下肚, 她眼神迷蒙起来, 要带我去开房, 她神志不太清楚, 我把她带到酒店房间, 房间里是脸颊通红的露霄, 我把陌生男人推进去, 就迅速离开了, 酒店旁边的街角, 我跟孙龙和一个美女碰头, 我匿名把房号发给许曼申, 十分钟后, 许曼申挺着大肚子, 也急匆匆来了酒店, 美女是孙龙的新女友, 叫张锦, 也是穷苦出身, 身形娇小, 却是大货车司机, 张锦幸灾乐祸地说, 这下有好戏看了, 我了解陆霄的性格, 他找人给我下药, 一定会亲自到场, 所以找了张锦帮忙引诱他, 张锦给他的酒礼下了药, 而我趁陌生男人不注意, 交换了我们的酒, 陌生男人喝了那杯加了料的酒, 孙龙说, 那男的是陆霄的牌友, 一个顽咖富二代, 最重要的是个双性恋, 张锦嘿嘿, 陆霄会不会被暴局呀? 要是许曼申在亲眼目睹那一幕, 精彩, 实在是太精彩了, 后续是从酒店员工嘴里传出来的, 成为本地人朋友圈广为流传的一大笑料, 某孕妇去酒店抓奸, 看到自己男人菊花开, 当场心态就崩了, 扑到肩夫身上撕打, 他男人反而恼羞成怒地喊都怪你出的搜主意, 孕妇气得喘不过气, 被救护车拉走, 最搞笑的是, 这孕妇还是个小三, 天下无不透风的墙, 陆霄和许曼申又小小地火了一把, 陆霄一去公司, 同事们就用异样的眼神看他, 有些男同事连他碰过的杯子都要擦一遍, 仿佛他就是个行走的艾滋病毒, 领导把他叫过去, 严厉地批评, 再有下次就直接交辞职申请吧, 人是告诉他, 他今年的年终奖没有了, 陆霄窝火至极, 回家等着他的事离婚协议, 我要求他净身出户, 陆霄狂暴地摔东西, 我淡然地喝咖啡, 等他摔完, 我问他, 可以签了吗? 陆霄突然看着我, 是你, 这一切都是你设计的, 你在说什么胡话? 那天晚上, 我神志不清, 但我好像看到你的脸了, 说不定给我下药的也是你,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只知道你让我颜面扫地, 我爸妈, 七大姑八大姨都在催我跟你离婚, 在跟你过, 我的脸往哪搁呀? 你? 不出意外, 陆霄不肯签离婚协议, 那天晚上, 我确实去过酒店, 他要是去酒店调监控, 就能知道是被我摆了一道, 他迟早会知道我恨他, 陆霄骂我贱人, 还想动手打我, 好在我另有准备, 三个月前, 他在家和一个同事打电话, 俩人说起一个工作失误, 导致公司损失两千万, 他们商议抹去痕迹, 公司也确实被蒙在鼓里, 我偷偷把他们的通话录了音, 这就是我的杀手锏, 陆霄要么净身出户, 要么被我举报丢工作, 工作就是他的命, 有工作, 他失去的一切还能赚回来, 如我所料, 他签了离婚协议, 女儿给我, 他净身出户, 离婚以后, 陆霄回过未来, 知道许多事都是我谋划的, 对我恨得咬牙切齿, 许曼身得知他净身出户, 气得又晕过去一次, 他们俩人一合计, 把我的微信小号也揪出来了, 俩人轮番给我发匿名短信, 威胁, 恐吓, 辱骂我, 我看着那些短信, 心情愉悦至极, 他们越愤恨, 就代表他们越凄惨, 陆霄来赌过我, 想对我动手, 被邻居大哥碰巧拦住, 大哥不仅体型, 有陆霄两个大, 且极恶如仇, 骂陆霄, 见过渣的, 没见过你这么渣的, 大哥给了我号码, 说陆霄在骚扰我, 就打他电话, 他随时可以帮忙, 我当天晚上, 特地买了许多礼物, 去大哥家专门致谢, 孙龙知道了这件事, 专门去把陆霄揍了一顿, 他为此赔了陆霄一万多块钱, 张锦说, 这钱赔得值, 那种垃圾, 只敢对女人动手, 欺软怕硬, 打扶他一次, 你看他下次还敢来找你吗? 我感动得无以复加, 暗暗决定在他们结婚时, 送他们一个大红包, 而且, 孙龙那四十万, 也到了拿回来的时候了, 许曼申早产生了个儿子, 他出月子以后, 我拎着礼物去看他, 没人欢迎我, 我前婆婆李金贵, 甚至想拿扫把赶我, 许曼申坚持, 单独跟我说几句话, 他向我炫耀他跟陆霄的结婚证, 话里话外都在秀恩爱, 我惋惜地说, 可惜我没有爱, 只有钱, 你跟孙龙那个案子, 法院判了吧? 你要还他四十万吧? 陆霄帮你还吗? 许曼申脸上的笑容, 差点没挂住, 无论你信不信, 我今天是来帮你的, 难道你就没好气过, 我是怎么让陆霄净身出户的? 我把那段录音留给了许曼申, 到了这一步, 我该做的事已经大致做完了, 只需静静等待, 许曼申这种贪婪的人拿到陆霄的把柄, 自然会想办法榨干他, 没过多久, 孙龙就收到了法院打给他的四十万, 许曼申其余的网贷也都还了, 以我对陆霄财务状况的了解, 他应该被掏得干干净净了, 而许曼申的朋友圈依然光鲜, 三不五时就有下午茶, 有浪漫的小惊喜, 儿子百天, 陆霄甚至还送了他一支两万多的名牌包, 为了炫耀, 他特地把我的微信小号加回来, 你们结婚好几年, 陆霄都没带你蜜月旅行吧, 但他马上就要带我出国玩了, 羡慕吗? 羡慕? 哦, 对了, 陆霄搬家的时候还有个包没带走, 你方不方便过来拿一下, 那个包一万多, 许曼申隔天就来拿了, 我特意把我所有的名牌衣服穿上, 各种钻石黄金首饰统统带上, 那叫一个珠光宝器, 许曼申看我的眼神难掩极度, 他快走的时候, 我欲言又止, 我做了个梦, 我把我上辈子的结局浓缩成一个杀漆骗宝的梦, 讲给许曼申听, 许曼申听完, 神情不对了, 怎么了? 我们行程的最后一站, 也是去看那个火火山, 就是我上辈子冻死的那个火火山, 我忙让他别想太多, 我就是做了个梦而已, 陆霄那么爱你, 怎么可能杀你呢? 我只是在许曼申心里埋下了一粒种子, 至于结出什么样的果, 全看他自己, 他会不会对陆霄先下手为强? 就算不对陆霄下手, 他至少会防范陆霄, 陆霄一击无法得手, 他们会不会拼个你死我活? 两天后, 他的朋友圈定位变成了一个欧洲小国, 照片里他对镜头比焰, 笑得十分灿烂, 彼时我正跟孙龙和张锦聚餐, 张锦嘀咕, 这世道真不公平, 好女人勤勤恳恳上班, 坏女人风风光光度假, 她也风光不了多久了, 嗯, 没什么, 静静等结果的几天中, 我都在附近的道观做义工, 上辈子的惨死和这辈子的复仇 已经让我的心里住进一只恶魔, 如今, 复仇即将尘埃落定, 我要努力驱赶那只恶魔, 我是从新闻里得知 陆霄和许曼申的死讯的, 他们二人双双被冻死, 遗体不堪入目, 生前应有过殊死打斗, 结果都受了重伤, 没等到救援就死了, 许曼申生前给他奶奶的手机号 发了条短信, 意思是他要是死了, 凶手就是陆霄, 他奶奶的手机号早就有了新主人, 对方报了警, 为这条新闻又添热度, 至此, 我的仇恨中被抚平, 张锦跟我说, 姐, 我有个可怕的猜想, 我问, 什么? 张锦摇摇头, 露出一个灿烂的笑, 姐, 就算我猜的都是真的, 也不影响我跟孙龙喜欢你敬重你, 姐, 你一定受了不少苦吧? 也不知道这句话戳痛我哪里, 我突然委屈不已, 嚎啕大哭, 张锦抱着我安慰, 都过去了, 隔天一早, 邻居胖大哥给我送来一盘 他们家自己包的饺子, 他说我人生的坎坷都过去了, 以后尽是坦途, 借他吉言,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愿你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和欢笑, 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有力, 让过去的成为美好回忆, 未来的充满无限可能, 祝你幸福安康, 万事如意, 同时欢迎您留言, 订阅, 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